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但在异常艰辛的求学路上 却从未有过退缩 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情况底下 我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 就把我安排到一个学校去 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当时一穷二白的职业教育 我说我非要在你这课书上掉是不可能 我退休以后我搞十年职业教育 教育研究专家高企走进演播室 讲述她在职业教育领域坎坷曲折的教育人生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一位教育工作者 她就是一棵树 一棵独立于风雨之中 一生孝傲于江湖之上的长青树 微微风雨 独立奇女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奇女 她就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北京师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职业教育研究专家高企老师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光临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本您的一个中国地图册 这是从您那拿来的 在这上面密密麻麻的画了很多的小圆圈 可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就是有大半个中国的这个地方 都被你用圆圈画上了 那这一个个的小圆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小圆圈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啊 这个退休的时候 我有一个志愿 就想要 我就说我退休以后 我搞十年职业教育 那么等到我十年以后跑不动了 我再回去搞我的中国教育室去 也就是说这些圆圈是指您去的地方 对 也就是说您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进行了这种职业教育的培训 对 那你数过吗 大约有多少个 我有圈我没数过 反正是全国来说的话 出了新疆西藏 青海 我没去过 其他的省份我都去过 当你看到这些圈的时候 你密麻麻那么多 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就是说 我原来的这个志向啊 起码说我是完成了吧 做到了 自己去设计的一个东西 自己去做到了 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那做这些 画这么多圈 做这么多的事情 用了多少年 应该说 十五六年 十五六年 对 大概是从 从这个八零年以后吧 一直到 二零零 四零五年的时候 在八十年代初 高琪一个人就开始在 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进行着职业教育的培训 奔波来往于 祖国的大江南北 但这种一人闯荡江湖的经历 从高琪幼年时期 就已经开始 这是因为高琪从小就生活在 一个战乱的年代 被迫背井离乡 一人独立生活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高琪在读小学 中学的十二年时间里 她同时也更换了 十二所不同的学校 战争让高琪流离失所 也让她经历着 生与死的考验 那次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在 西南联大福中念书 那么这个 航空警报来了 日本飞机要轰炸昆明 那那个时候叫跑警报了 就是只要警报一捞响 这个八腿就逃啊 而且当时的日本飞机 要来的话 它都是飞得很低 它要是飞得很低 不但是扔炸弹 而且是这个 你看着人群多的地方吧 它就用机枪扫射 就跟电影里演的镜头 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我们 因为跑警报跑多了 也都知道了 那我就想了 我就得往那个人最少的地方跑 不能往人多的地方跑 我看哪儿人少往哪儿跑 结果跑着跑着 突然间 一个这个美 就是这个 给我们讲的兵 拉着枪栓 就对着我就来了 站住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我趴下 不许动 我后来才明白 我跑到那高车炮阵地里去了 天哪 因为那人少啊 天哪 你跑到人家那个 就是 军队的高车炮阵地里去了 我的天 那么 当然那没人了 是不是 你高车炮阵地 不让人进去了 但是后来因为 我就 那个时候我上初一嘛 也就是十二三岁吧 十二三岁 那个小女孩 她一看小女孩也不可能是什么 罕见特偶是不是 所以 拉着枪栓告我 你在这儿趴着不许动 那我吓坏了 我只能在那儿趴着不动了 然后这日本飞机就来了 来了以后开始轰炸 轰炸呢 因为她一轰炸着 这边高车炮就开始开炮了 所以那天上 日本那飞机 就混成炸弹 底下这高车炮就冲我的脑袋上 一个炸 我就趴着这个地方 趴着趴着我一看呢 一个炸弹冲着我那脑袋 正对着我就下来了 天哪 当时不过我们因为 逃难跑警报 跑多了 也都知道 就那个炸弹要是冲着脑袋顶 你看它冲着 正冲着你下来 大战在下来的时候 它有个跑步线 因为有这个气流了 它有个跑步线 所以你趴着那儿不动 是最安全的 你要一动 你就可能被它炸掉 被它炸掉了 所以我看着它下来 那我就趴着就不动它了 看着炸弹冲着脑袋就下来了 后来有人问我 说你当时你想什么 我说那个炸弹冲着我脑袋下来的时候 我说我当时根本没想 我自己死活问题 那你想什么 我当时是祷告上帝 祷告上天 祷告菩萨 也不知道该祷告谁 求谁了 千万别把我父母炸死 因为你说我父母在机场 飞机场是每次必炸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我根本就没顾着想了 我自己怎么回事 当时就在那儿 是无奥陌佛也好 上帝也好 什么也好 就在那儿求啊 千万千万别把我父母炸死了 当一颗炮弹从头顶下来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父母 对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 带给你的是什么 带给我的 反正当时就觉得 哎呀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 我对我自己的安危并不怎么样 我在外面很多的 我是垫着父母的安危 在战火纷飞中成长的高崎 虽然从小就有着不为良相 必为良一的理想 但最终他还是怀着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崇敬之情 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 立志当一名老师 但就在他就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纸通知突然摆在了他的面前 没想到就是这份通知 却让他的求学之路 戛然而止 在这个53年的三月份 有一天 学校通知 说你们呢 礼拜天不要回家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回家不回吧 第二天礼拜一 一纸通知来了 到学生处退学 退学 退学 大几的时候让你退学 大三的上半年 就是大三刚开学 为什么让退学 我也不知道 根本不跟我讲道理嘛 就是让你退学 就是退学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拿着这个东西就去学生 学生科就说是 这为什么让我去退学呢 学生科说 退了学到教育系报到 退了学 教育系报到 做什么呢 就提前调出来工作了 大学没有毕业直接去当老师了 天哪 就这么回事 报到以后 分配给我的任务 说你讲 那个叫世界教育室 那个时候讲就是外国教育室了 外国教育室高年级的课 我没学到 我自己都不知道教育室里有什么东西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当时我手里头就有一本书 麦丁斯基世界教育室 那从苏联翻过来就那么一本书 就拿着这本书就去想办法就上你的课去吧 那一开始可能就讲的不是很好吧 所以学生也不太服我看那小老师也不怎么地 所以我说我奇怪 我当时教的是两个专业的学生 一个是当时我们的艺术专业的学生 一个是体育系的学生 这两系的学生都不怎么好好念书 那让我来教 我说我的学生怎么那么老实 闷着头好像都好好在那记笔记 一点都不那什么 教过那么个把月我发现了 那个艺术系的学生啊 给我画了很多漫画 你上边讲课 学生在这边画画呢 画素描 画了我各式各样姿态的漫画 那时候可能这个比他们小的年纪 老师肯定很漂亮 画了很多素描 体育系的学生在那边干什么呢 给我记反证 记什么 反证 我有一个当时我有个口头语 上课的时候用文也不知道怎么讲课了 反证什么 反证 口头语 口头语 就是说一个记一个 底下画正证 写正证 记了我四十多五十个反证 一堂一堂课 当然这事情也没有不透风 就强了 这强的风就透到我导师 因为我们那时候年轻教师 去了以后都分给一个老师 老教师当导师 就传到我导师耳朵里去 我导师就把我给叫去了 说是 一上课讲反证 反了也是对的 证的还是对的 说你让学生听到底是听哪头 我给训了一顿 从那以后我记住 所以一直到现在 人家反应我尚可不说废话 初为人师的高琪 逐渐体会到了做老师的酸甜苦辣 但同时也感受到了 做一个老师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末 职业教育的研究 在我国所有高校内 犹如一片荒漠 无人问津 而高琪 却偏偏开始了 职业教育的研究和讲学 在北师大率先开设了 职业教育概论这门课程 这在全国高校也属首创 由此也结束了 职业教育在高校之中的 零的尴尬处境 当时全国高校没有这门课 从中国教育史上的高等学校 就没有这个课 又开创了一个新核 但是职业教育是很不被人瞧得起的 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务正业 对啊 那为什么会在这样一种状况下 有的人说 你可惜了 可惜了 人觉得我是自毁全程 甚至有人跑到校长那去 搞状说高琪这人如何如何 因为这事 我不是瞎说八道 因为这校长后来亲口跟我说的 我当时也觉得 我自己非常的四单利孤 研究之初的困难 并没有让高琪退却半步 周围众人的非议也没有使高琪研究职业教育的信心有丝毫的动摇 在别人眼里 一文不值的职业教育 高琪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 就算在高琪退休以后 他还是奔波于全国各地讲授职业教育 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做着自己的贡献 当时退休的时候我就想 我说我退了休以后 我搞十年职业教育 所以就是刚才那地图了 就有了这个地图上的小圈圈了 就这地图的小圈圈了 所以这十几年来的话 我确实是跑遍了成果 你给自己界定的时间是十年 其实做了十 其实做了十七年 十七年 我相信这十七年当中 你所经历的 包括给你带来的一些感悟都非常的多 那有没有再回想一下 有没有让你特别刻骨铭心的一些事情 这十七年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最近一些年还好一些 就前几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人们很不重视职业教育的时候 那我去讲课 全国的执教处长 全国的执教处长啊 都是非常困难 那时候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 谁都不重视他们 也没有人理他们 是吧 那个时候我给他们讲课呀 他们简直是感激得不得了 到后来的时候 这些执教处长都跟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你拉了他们一把 我帮了他们一把 我听说有一次 您去外地讲课的时候 有一次生病了 您的学生还做了一件事情 让你特别感动 能跟我们讲讲 那是那样的 就是有一年啊 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到这个天津南开大学 他这个收集这个南开大学校室的资料 可是那正好是一个山福的夏天 吃坏了 结果呢 这一下子就病倒了 就病得很厉害 高烧39度 烧得迷迷糊糊的 后来我发现 我说我怎么这桌上有四份饭呢 我怎么回事呢 后来他们告诉我 这四份饭呢 是四个家在南开的学生送的 那么这四个学生呢 不都是我教过的学生 有的是外系学生 我也没教过他 有的呢 可能我还不认识 他可能认识我 因为老师容易认识 学生有的时候不认识 那么就是说 我们师大毕业的学生 分配到南开工作 这个学生呢 听说高老师病在了南开 四个学生送来了四份饭 我觉得当老师确实是 非常怎么说呢 非常幸福 一路走来 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那回过头来看 自己后悔过吗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因为我是讲教育史的 讲教育史这个专业的话呢 他一开始你就得回答 什么是教育 教育的起源 教育的本质 对不对 你这个教育史嘛 你都是从这儿讲起吧 对不对 那么你就得非常了解 教育是什么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我说这个教育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 是一个人类生存的方式 所以没有教育的话 那么人类就不可能生存 更不可能繁衍和发展 这事很简单嘛 人不是靠遗传的本能生活 人是使用工具 采用社会性的生产 来生活的 哪个木匠的儿子生下来 也不会做木工活 我就当老师的 我那儿子也不会生下来 就会教书 没有教育的话 这些事情他都不会做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么人他根本就无法生存 你就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和这个繁衍了 所以我第一个 我就得回答什么是教育 那么我对教育有这么一个认识 我觉得教育 你说它有多么大的作用 什么我倒也不讲什么光辉失业了 什么这个那个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人类必须的东西 没有教育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聆听园丁心语 感受教育人生 选择职业教育 高级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曲折 但是他从来都无怨无悔 这是作为教师的一份责任 也是出于他对教育事业那份执着的追求 那对于一个老师来讲 你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对 另外你比方说我搞职业教育 那我首先我要研究一下什么是职业教育 我对职业教育也有个参考 我很同意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概括 他说这个职业教育呢 是维持或者叫做支持 现代文明的复杂结构 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是啊 没有各行各业 没有对各行各业的教育 不管这教育是怎么进行的 师徒也好 是学校也好 你社会还存在吗 一个社会都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生产力 对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对这点我是了解的 我觉得教育事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 我知道那个高老师对这个红竹和人梯啊 就是来把老师比喻成红竹和人梯 这个说法呢 有自己有你自己特别独特的一个见解 对 说老师是奉献者 我不赞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老师并不是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 把自己烧毁了 去照亮了别人 也不是说是老师就趴着底下就专门当人梯的 是吧 当然了 也是梯子 但是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教学是相长的 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 就是说我造就了学生 学生也造就了我 怎么说的再详细一点 比方说在你身上有这种明显吗 这种印象 你比方说我 比方说吧 我在教学 我要给学生讲教育的起源 教育是什么 教育本质是什么 我本人也明白了 对不对 我也对教育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如果我不研究这个问题 我不会认识这个东西 是吧 那么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 我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还能够在岗工作 我要没有这五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的话 绝对做不到 是不是 是 所以我教了学生 我本人也成长起来 你不能说是我 我把我给烧煤了 是不是 我一个红主 我就把我自己烧毁了 我照亮了别人 其实也不是 我自己也成长起来了 如果没有学生 而且学生说老实话 学生让我非常的郑重 就是学生也带给你很多的东西 带给我很多的东西 高齐牵手教育五十余年 并在全国高校开创职业教育研究的先河 直至今天 他所提出的职业教育理念 依旧被他的学生所传承发扬 我知道现在这本职业教育概论 现在在北市大 还在延续这行课是吗 对 而且现在讲课的 已经是高老师学生的学生了 对 那你想听一听 你学生以及你学生的学生 怎么评价你吗 我当然想听 那我一起听听好不好 好的 我觉得高老师其实最 最大的一个特点 还是他的这种原则性 在学业上 我们都非常深刻地感到 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不对就是不对 没用功 或者说用功不到家 就是不到家 这方面高老师 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 我和高老师 这个关系呢 应该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我现在在师大教育学院呢 主要是讲本科生的 职业教育概论这门课 那么这门课 在北师大最早的 这个讲课老师呢 就是高齐老师 从他这样一个 开创性的这样一个 创立这样一个学科 那么我就感受到 就是作为一个学者 尤其是研究职业教育的 这么一个学者 那么有一种 深切的一种 精神的情怀 那么这种精神 我体会的就是 他是对一种 平民教育的关注 是对弱势群体 这个教育的关注 就是高老师 您这个从教 半个世纪了 你应该知道 有许许多多的学生 在关心这里 在希望这里 我希望能够 受先是健康传生 但是我们忠心的希望 高老师 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 年岁已高 要以健康为重 直面困难 不畏风险 独立风雨 七十余散 曾因不务正业 广受悲逆 一致教授难平 也曾梦想 不畏良相 必为良一 然而高级教授 却牵手教育 走了五十余年 如今高教授 已经是年过补习 然而他还在为着 职业教育 做着自己的贡献 这是一种品质 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